女士 zkol 此凶手祸害神境 槐局 杀了他 祖神 我 不怕 将恐惧化为力量 他好死 你死 今日神尊威风凛凛 灭了魔族九步 不过这一仗打得极是惨烈 估计咱们的白绝真神 也都神力受损 白绝真神神力高深 他可是咱们神界的战神 就这点神力对于他来说 根本算不了神 也是 像他这般冷心冷情 高高在上的性子 也难怪咱们神尊没有朋友了 命盘掌握着众神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连祖神看来都会受到凡事 就你这小小的神力也敢乱来 我只是 好奇我诞生之前 你是什么样子 你是不是生气了 我当然很生气 你若再敢妄动 我一定会责罚于你 我不知道 看名牌会如此危险 我下次不敢了 我刚刚看到 你小时候 祖神对你 确实十分苛刻 习惯了 我从前不惜与人相处 以后也不会 你做什么 别水开我 我身上可有伤 白绝 这世上 不是只有冷漠之人和畏惧之人 哭作旧人年 手里团的线 是打不开的剑 留有多少缘 潮汐间音乐 此生路途切心千年 一生还云烟 还不醒来 奈何天的绝恋 如幻亦如电 无理亦无解 只为曾经灵犀一言 不会自修炼 哪怕一人相复约的绝恋 我们神界终于要有戏事喽 不是 白绝神尊 怎么是您呢 您怎么在这儿啊 本尊竟不知 普华神君还有这样一方洞天福地 神尊数岁 这就是昨日呢 日月同案 小老二离得实在是太远 真的没有看清楚 那这么说 昨日进到密室的是您 那一起跟您进去的女君 这地方可是为天启布下的 这欢喜是 确实是天启神尊 让小老二帮忙布下的 可是他昨日没来 您却进来了 这 我真的不知 他为何要布置这个 自然是为了他跟小主神的姻缘嘛 他跟小主神呢 这自来就情仪深厚 如今这小主神长大了 这天启神尊呢 就日日琢磨 怎么把小主神娶回家 还让我给他们俩牵了红线呢 牵了 牵了 但是不管用啊 神界的红线 怎么能是小老二能牵得动的人 这刚牵上啊 别断了 那奇怪啊 昨日那番动乱 难道小老二连小主神都看错了 你连我和天启差别这么大都能看错 更何况上古 是是是 都是小老二的错 真神的线不是你能签就签的 日后莫要再过 上古身为主神 身负天地重责 姻缘 其实能随便安排的 天气这么足 确实是妄为的血 白绝真神所言甚是 此番确实是小老二考虑不周到 小老二保证 从今以后呢 绝对不会给小主神安排半丝姻缘 管教他过过十万年 嗯 白绝神尊 那昨日 昨日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小老二真的是老了 已经糊涂了 昨日宴会结束以后 这小老二就早早地回洞里休息了 对吧 下去吧 是是是 小老二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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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方才我没做梦吧 不是在做梦 白绝神神真的抱着一个女君 神剑 天啊 这 那女君是谁啊 不知道 祖神在上 咱们神剑要出大八卦了 日神夜神 你们二人相恋之后 不顾天地法则 私自下界 致使日夜颠倒 酿成大火 可知罪 神尊 一切错都在我 昨日是我强行待日神下界 才会犯下弥天大错 神尊要打要罚 巡宴 约一例承担 还请神尊 不要责怪昭日 智杨真神 昨日是我强来夜神下界 是我的错与他无关 还请神尊不要责罚巡宴 不 是我秦南自今犯了大错 一切和日神无关 巡宴 日神夜神 普华以为你们解了姻缘声 难道 你们之间的感情是真的 始于误解 现于相知 终于情深 小神一时 够了 纵使你们两个有说破天的道理 错了就是错了 本尊定要重罚 神尊 喜欢一个人 合作之友 哪条天规规定过 他们二人不能在一起 胡闹 你也是神界的老人了 日与夜不得奸行 始乃自然常规之法则 三岁小而皆之 还有写到天规灵吗 那也不是他们的错 昨日是我不慎将普华的姻缘神 扔在他们身上 才会害得他们不顾职责 妄自下劫 小神也有责啊 小神哪 就不该召开姻缘大会 博华 你没错 你只是奉天规的命令行事而已 倒是你 月弥 平日胡闹就算了 此事上也分不清清中吗